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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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载量达到一万三千标准箱的超级集装箱货轮 勒沃库森号 在四艘拖轮的帮助下成功靠岸 勒沃库森号进港之前 码头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 今天将有一位世界冠军级的乔吊司机 为勒沃库森号服务 集装箱船靠驳之后的工作 需要三组人员共同配合 首先乔吊司机要在离地五十米高的地方 将集装箱从船上吊起 放到码头上等待的转运车上 转运车司机再把集装箱运到堆场 最后负责堆放的吊车司机 要把这个箱子放到堆场中特定的位置 这些工作中难度最高的就是桥吊 它需要从几十米高的地方 准确地将吊具上的卡扣 插入集装箱四个角上 六厘米见方的孔洞中 张燕今天为勒沃库森号服务的桥吊司机 他专业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把集装箱从船舱里取出来 或者放进去 集装箱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集装箱系统最大的成就 在于将全世界的物流系统进行了统一 一个载重几十吨的货物容器 实现了尺寸标准化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船舶 港口 航线 公路 桥梁 隧道 被整合进一个像配套的物流系统中 集装箱运输成为现代物流系统的基石 操作桥吊的难度在于调具 是用软性的钢丝连接的 惯性加上锋利的影响 要在几十米高的地方 准确地抓住集装箱 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 但这只是桥吊司机的基本功 张燕曾经四次打破船吊装卸的世界纪录 最快的一次 平均每小时达到一百九十七点七九箱 也就是要在一分钟内装卸三个集装箱 2015年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三千六百多万 连续六年全球第一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三角洲是世界文明的经济活跃区 2015年 近长江三角洲地区 26个核心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 就占据中国全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上海港 正是这块经济活跃区 面向世界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adingisk�城市的国民生 并非游战区